看这个位置呢也是没有很容易进攻的红球 即便是左上脚底带这颗 沙利文也是不会轻易去打 还是选择防守 非常的薄啊 这球力量稍轻了一点 这个比赛还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我们知道像英国的超级联赛 它有25秒的出竿时间限制 对 它在白球停住之后开始给你计时 准确的一点说 应该是台面上的所有的球都静止之后 所以那个比赛呢 因为它是一个非这个排名的 没有积分的这么一个比赛啊 是以一个表演性质为主的 所以它是 等于是一直沿用了这么一个除竿的时间的限制 也是使比赛能够打得更紧凑一点 对 当然这个规格到现在 一直也没有能够引入到这个职业的积分排名赛当中 主要也是因为积分排名赛 我觉得职业选手可能相对来说呢 对输赢的这种 更加的在意啊 所以 毕竟球员我们知道有这种节奏快的 有节奏慢的 那么你对于像奥沙利文 可能25秒 他根本就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但是换了比如说像艾伯顿啊 这样的选手 他本身平常就习惯一个比较慢的节奏 对 你等于是这种限制的 等于是对他来说好像就不公平了 因为我可能就是个慢性子 我打球相当来说走路可能都比你慢 我为什么在转一圈要10秒 你没有只用5秒 所以这我想也是事业太连之所以 一直没有去把这个时间的这种限制啊 引入到积分排名赛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胖子刚才提到了这个选手 比如说你很胖的话 你到的球台走一圈 消耗的时间就很多 当然消耗的体能也更大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选手 对于这个斯诺克选手的这个体能的问题 开始非常重视了 我们看有一些很多世界名将 在有某一个阶段 可能在取得了一定成功之后啊 迅速的发福 那么这样的选手 往往在比赛当中 这种很好的精神状态保持不下来 对 其实斯诺克我们看上去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那种体能的 说是像跑步啊 像什么剧烈的一些像网球啊 什么之类的这些啊 但实际上呢 他因为用时比较长 而且呢要求你的注意力随时保持都是非常高度集中 这个也是要体能来支持 打到后来如果一旦要是体力下降的话 你会打的比较随意 其实并不是自己想随意 有时候是完全是感觉脑子好像就跟不上了啊 很可能打出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很随意的球 这也让我想到就是像围棋 为什么有时候会出昏招 他就是体力跟不上 就脑子想想怎么突然间就 就下了 下到那了 所以高度紧张情况下的用脑啊 也会用的这种脑暂时的缺氧 对 前两天看了一下这个08到09赛 记得 应该准确说应该是叫08年度的 就是这个英国的斯文克超级联赛 我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 这边已经有差了数的西德班军 大利斯 确实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 我看到前六轮的比赛 大利斯是一场没有赢 特别是这种中远台 特别打到后几局的时候 中远台的进攻的那种精准度 真的是下降的非常快 对 这个年龄啊 确实是可以说是竞技状态的 最大的一个敌人了啊 不过据说他现在跟亨德利 还有马克贝莱姆斯 几个人打牌的时候啊 他还是赢得手多 他们三个月可能出的比较近 而且关系很好 经常凑在一起打福克 我们看所有这两个名选手 这几杆防守 现在这个红球的打的位置啊 应该说是越来越不舒服了 我们看到查理文的这个防守 一直是围绕着这个绿球啊 总是想回到绿球的后面去 目的性这个非常强 防守的位置 力量有些大 这几杆防守的感觉 这表情也是比较多啊 对 嗯 这杆防守 稍稍的打厚了一点 但是这个距离这么远啊 嗯 也是有一定难度 对 刚才有一杆远台进攻就打失误了 这杆球压力主要还是在于 白球 会开到红球啊 所以这个 跑不回去的啊 错 好球 看看白球 one 嗯 开到球之后 并不是非常好 这黑球中带应该也是有下球 绿球现在位置应该更好一点啊 这杆远的 我再看一下黑球 感谢观看 还不错 两颗红球可以选择 一个是中带 一个是右下角地带 地杆 坦一库可以叫到篮球 哎呦 打包了 直接留下了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把粉球 跟黑球之间的这个红球 先清掉 这个K球啊 粉球带一下粉球 稍微带厚了一点 好球 第三 很好 就像文章还讲的那样 他的这个对白球的这种控制力 确实是相当出色 嗯 稍稍走多了一点 看看篮球也是可以打 黑球也没问题 走过来看一下这红球的位置啊 15 好球 16 红球刚才是贴裤的位置 还要求打得很精确 红球可以先去选择上方还有一颗 红球右边 22 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号桌上的比赛 在二号桌上正在进行的是 威廉姆斯对丁汉姆的比赛 已经是超分67比4